李天王又要开演唱会了 而且在正式售票前 先将独特的舞台设计秀给大家看 设计出来就是从中间 是一项四面台中间的舞台 那我们把平时的Ctrl Panel 变成一个舞台 那这里可以照顾左边和右边的观众 那边上面也可以照顾左边右边观众 那整个舞台就是比较接触性 和大家接触的机会多一点 为了这回的演唱会 黎明可以说是煞贝苦心 不但演唱日期 特地与生日错开 还在前四场与后四场当中 空出四天十分特别 我们知道月十四号十五号十六号 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然后一二三四不开 然后五六日又开 要到圣诞节 因为我现在经过九月份之后吧 我相信在香港这个BG 我们需要多一点开心 多一点欢 就是开心的Holiday的感觉 所以我想把整个演唱会 全部放在假日里面 我觉得这次是很适当的安排 问到他的体能准备如何 李明还是一派自信满满 体能上没有问题 我觉得做一个议员来讲 我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才会上这个舞台的 已经做好准备了 香港采访组织的采访报道